今天的话是第三次上课 上个礼拜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讲到有关结构控制 就是有关逻辑判断的部分 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 基本上大概就是写出一个如何判断年龄 那比如说成年未成年 然后除了成年未成年之外的话 就是说还可以判断 比如说把那个成年的部分再加一些其他条件 包含就是它是青年壮年老年 比如说从那个这个两个逻辑变成多个逻辑 那后面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把它改写成那个成绩的判断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写一个输入 所以需要有一个input 那input的话因为它输入的结果 它会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可能要再把它转换成数字 然后底下的话输入完之后 把取得的变数 在利用逻辑判断的方式 把这个最后的结果筛选出来 然后做一个print的输出 OK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 当然不外书就是写了几支程式啊 年龄判断 然后成绩判断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写那个什么呢 这个bmi的一个python程式 那bmi的部分的话就是 我们上次要补充那个chargeGPT 就是你会发现chargeGPT呢 它现在蛮厉害的功能 就是说它可以帮你写一些程式 但是假如你不太会写 那其实有个方法 你可以在那个chargeGPT上面 发一些问题 它会帮你写出来一个大概轮廓 OK 那至于呢 是不是完全正确 其实倒也有些时候 可能也不完全符合你要的结果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再修改一下 比如它变数名称 或者说它的逻辑架构 或者它输入的内容 或者输入的这个讯息 假如不是你要的 那你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所以至少你要看得懂程式 当然未来那个 目前大概有80%的程式 其实很多程式计师都会蛮仰赖 像类似chargeGPT的一个功能帮你产生 可是还有很多地方 实际上是需要自己再去做一些修改的 OK 那当然我最近发现 这个chargeGPT 它又升级了 应该不能说升级了 就是说我最早跟各位讲过 这个chargeGPT 它背后的金主 是那个微软公司 那其实微软公司 其实我觉得它布局蛮久的 当然它最大的 应该说竞争对手 就是那个Google 所以它一直很想要怎么样 抢回那个搜索引擎的龙头地位 所以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的追系统是 我自己用的追系统是Windows 11 然后最近发现Windows 11多了一个功能 它把那个聊天功能加进来 所以我点它一下发现 它跳出来居然是跳H 因为它 当然微软公司 它的那个 这个什么 内建的浏览器本来是IE浏览器 然后它现在新的是H浏览器 OK 所以后来我发现它多了一个叫聊天功能 所以你只要打开那个H浏览器 你会发现它里面内建的搜索引擎 多了一个聊天 后来我就好奇 我就把那个聊天点下去 就发现 它这个聊天居然其实就等于是把Trust GD内建在病里面 所以也就是说 它病搜索引擎里面 其实就是内含的那个聊天功能 后来我试了一下 我发现结果好像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不过这个地方它变多 就是你要先登入那个 这个什么 你的微软账号 登入之后的话 你输入那个问题 它结果就出来 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 不管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们这边电脑Window 7 内线好像是用IE浏览器 所以如果你假设是IE 也没关系 你就搜寻一下H 它现在的浏览器 它新的是H 那你这边有个立即启动 你把它按下去 它会帮你下载 那马上可以更新成H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在H里面 就是发一些问题 比如这边有个聊天 马上就可以 其实它等于就把它内建进来了 所以以前还要再到 那个什么OpenAI的官网 那个TRAW的网站上面聊天 那现在完全不用了 OK 所以不妨你们可以玩玩看 那当然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 它每天每天都一点的进步 OK 所以 这个未来是蛮值得期待的 OK 那所以有些程式 你们不然你可以试试看 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可以得到 比如说那个BMI的那个程式 比如说请帮我写一个 这个计算BMI的Python程式 OK 你Enter之后的话 他会真的麻烦你写出来 那上个礼拜的经验是 写出来其实到基本上 还蛮符合这个我们预期要的 OK 所以未来 当然你也可以 假设我们有一些程式 你假如不会写 比如说请帮我写一个什么 99层罚表的 这个Python程式 会不会他就帮你写出来 OK 那当然你会写出来 你如果这样子懒得写的话 随便你就马上就有一个现成的 不过这个还是要踹一踹看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ChargeVT这个地方 真的还蛮好用的 那今天的话 有点像我们就来继续来看 那上礼拜已经讲到回圈的部分了 回圈之前又讲一个format format的话其实还蛮重要 因为其实只要你的资料 要做一个格式化输出的话 那基本上都会用到format 有点像Esser里面 你要做文字 比如说小数点取到第几位 或者靠左靠右对齐 或者资料放大缩小 其实在Esser里面很简单 点一点 但是在Python里面的话 可能就会用到format的函数 OK 至于呢 要怎么样 上礼拜主要是讲到 那个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OK 那当然还有没有其他用 有啦 OK 那你们可以参考 应该是在第二个单元里面 有关format相关的应用 其实我这边有一个列表 一个表格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那这边其实会有一个在第二个单元里面的 第几页呢 第十二页的地方 有没有 这个Python的自创格式化 这边其实就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当然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啦 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 有关format的这个函数 还有其他什么 其他用 不过我想这些大概就够用了 那我们用之前用过的 比较多的应该是这个 点2F OK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OK 那你当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范例 那将来格式的话 就放在这边 OK 那其实我觉得format 除了说类似像这种简单格式化 最终我觉得它可以把文字 跟格式整并在一起 然后呢 把变数呢 直接加进来 做格式化 那好处就是 你可以直接一串的讯息 整个输出 然后把变数放进来就可以 比如像BMI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BMI里面 我们之前 就这一串 它本来是 这个是它的格式 那你会发现 我是把它放在一个文字里面 有没有 所以哦 它是前后双语号 那我要得到的结果是 BMI 冒号 有没有 然后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然后再加频语冒号 然后把BMI的资料呢 直接就放在 这个位置做输出 OK 所以得到的结果 有点类似像 我们上面有个示意图 类似像BMI 有没有 它前后双语号冒号 然后把BMI的池放进来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 本来是一个大瓜糊 有没有 然后呢 点2F 那大家因为BMI的资料 放进来之后 格式化结果就长这样 就放在这里 然后它换行的话 就反斜线N 有没有 换行 然后频语冒号 再把它的频语 放到这个后面来 就得到最后的结果了 OK 方法大概很多 格式化 不过我目前看到 我觉得 Format应该是相对 我觉得比较 怎么讲 比较方便 而且比较没什么问题 虽然说有一些其他的写法 比如像那个中间 百分比符号 不过我是觉得 那百分比符号 比较 不太正统 因为我发现 官方的说明里面提到 好像用Format 他们会认为 将来会比较支援这种方式叙述 OK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 我们就接着继续再来看 上个礼拜提到的部分 还有啦 上礼拜还有做一集 就是把1加到99的加总 里面最重要就是写个回圈 有没有 然后累加 把累加的结果 放在一个ANS的变数里面 然后累加完之后 再输出 OK 因为还有印象吧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实在是 不确定说你会不会 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开一个空白的 有没有 空白的文件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打这个程式 1加99的程式 有没有 如果你会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OK 还记得吧 我们就是写那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因为我要产生一个清单的话 那你那个清单范围就是从1 有没有 到99停下来 所以99下一个是100 然后逗点1的话 就是step 就是间隔多少的意思 OK 然后 或者你1 上个礼拜有同学问 1其实也可以 把它当成是 把它当成加多少 比如说1加1的话 下一个就2 那如果你假设这边改成2的话 那这边1加上2变3了 有没有 那当然它的说明是step 间隔的意思 OK 那因为我们这边是1 如果是1的话 其实是可以省略 然后后面的话 再加一个ns 等于什么呢 ns自己本身 再加上i就可以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累加 把这个累加起来输出 最后的话 你把结果print出来 OK print这个ns就OK了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ns呢 如果你今天把它放在这个 for回圈里面的话 那将来 在存取上面 好像会发生问题 OK 所以理论上 我们会在上面 多增加一个初始值 也就是ns 它等于0 也就是说我先宣告它 有点像宣告 但是我前面讲过 那个python不用宣告 但是你需要给一个初始值 比方说我先有一个ns 如果将来你要用的话 你就可以找得到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有可能它会找不到ns这个变数 而没办法理加 OK 所以把它执行看看 得到结果应该就是4950 后来我们有做了变化 所以这个程式不复杂 但是很重要 因为未来 蛮多地方 都会用到类似的这个写法 OK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那个for i i是一个变数 in range range range是一个清单 OK 所以未来 假如你要帮 这个 你要产生一个清单范围的话 那基本上都会用到range OK 所以你可能要慢慢熟悉这个range的用法 另外当然 有奇数偶数的变化 比如说我要产生 哦 奇数的好了 奇数的话 比如说我把这边改成nsa 然后nsa的话实际上就是奇数 那如果说我要产生nsa奇数的话 两个做法 要不就是把这个地方改成2 你看它变135246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这样输出的话 nsa的话 它当然得到的结果就是奇数的输出 2500 那如果你要连偶数也输出的话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是什么 是再跑一个 比如说 第二个 第一个做法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程式Ctrl C 然后把它Ctrl V贴上 改一下 比如这边改成B 有没有 先输出奇数的 再输出偶数 偶数的话呢 当然 就是把这个贴上的变数 改一下 名称不能一样 不然一样的话会变成 会容易混淆 所以 如果你假设上面是奇数 那下面偶数的话 那就是从2开始 那间隔2 所以这边叫2 4680 一直到98 因为跳到98 下一个100 那98挺 所以没错 2加到98的结果 那把这个结果给print出来 所以呢 你后面 大家还可以加一个叙数 上面叙数是奇数 下面叙数是偶数 有没有 那程式都一样 这差别应该是只有哪里呢 只有 这个地方 这个是奇数 这个是1开始 这个是2开始 那变数名称改一下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奇数 一个偶数 一个执行 所以啊 这个是奇数 这是偶数的 有没有 但是我上个礼拜最后 其实 用的好像另外一个方法 我比较推荐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用这个方法 要跑两个回圈 但理论上 回圈数跑越少 当然 程式越没那么复杂 所以我后来 有用了一个方式 还记得吧 我们另外一个写法 是用logic判断 就是 如果不写这样的话 那一样 我一样 需要多增加一个变数 A那是B 所以两个 一个是奇数 一个偶数 那这个回圈 我就不跑了 不过我printer 需要它 printer留下 所以 缺了一个A 一个B 那你说 那什么时候 A累加 什么时候B累加 当然这个地方 就不是间隔 这个2 而是间隔1 反正一样 先产生1 可是我怎么知道 1累加 然后2累加 所以 底下我可以多一个逻辑判断 一个判断 1辅 那1辅的话 变成说 G数 你就G数累加 偶数 就偶数累加 所以 我怎么判断说 到底 它是G数 还是偶数 所以我用了一个方法 当A这个值 它除以2之后的余数 除以2之后 除以多少的余数 等于1的时候 记得 如果结果一定要等于等于 等于等于1 1是就是 I这个值 假设产生 这个I的值 假如除以2之后余1 那表示它是G数 所以冒号一下 那就做底下的事情 记得 按Tip 前面讲说 说法一下 然后反之的话 就else 所以底下 你可能要自己再打个else 冒号 end一下 然后呢 就做什么 B的数 B就是累加 所以 这个值的是 它如果余数为1 那就G数 所以G数 所以G数就做 那如果反之 那就是整除 那就是做什么 做偶数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改成B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 B的部分 那就是帮我把偶数累加 那这样 就结果应该是一样 不过我比较推荐 就是如果你将来 可以跑2个回圈 刚刚那个方法 也可以跑1个回圈 那我是比较推荐 用1个回圈 来解决问题 会比较好一点点 我个人习惯 OK 那你说老师 那可是 我没办法 我一定要跑2个 我回圈 这个逻辑 我没办法写出来 可不可以 但也可以 反正当然程式 是优先先写出来 但如果有时候你觉得 这样写 比较不习惯的话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写一个 你比较习惯的写法 OK 先把那个 习惯的写法 先写出来 然后慢慢再去思考 哪一种方法 对你来说 是比较好的 OK 因为其实说真的 同一个程式 我可能只有一种写法 OK 所以 你可能要想想 哪一种写法 比较好 那我个人的习惯 我前面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 当然程式越短越好 第一个 程式 没有人喜欢看一堆程式 第二个 程式逻辑 越简单越好 因为很多事情 你 显得复杂 你自己都看不懂 那当然这个程式 其实就是 将来你回头看 或者是 有bug的时候 你也比较不好找 所以像我个人习惯 是当然 越精简越 所以执行 OK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奇数 这边偶数 当然你可以再加一个叙数 所以 后来我们就是加上 奇数冒号 然后这个要转型 OK 所以这个程式 应该在云南白板上面的第三个单元 这边就有了 所以 奇数偶数应该是在 这边 OK 云南白板第三个单元的第一页 那就这边就有了 OK 所以我刚刚就写两个方法 这个是 方法一的话是逻辑判断 关键就是这个 然后方法二的话就写两个回圈 OK 那当然也有可能方法三 如果你有更好简单的写法 没关系你可以改改看 OK 试试看 那你要发现 像我这边这个写法 又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 本来这边应该是加 有没有 加那个 NS 然后变成你可能这边要加一个 STR转型 这边要转转型 可是 如果你另外一个写法就是 如果你不想转型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写法 如果你要把两个东西串在一起的话 不转型 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加逗点 逗点的话就是输出第一个 输出第二个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换成逗点的话 那最后结果 你会发现 他就会先输出这一个 再输出这一个 那中间就不是用加的 而是逗点 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计算机有总计 然后 这边的话 他就会把结果再放到 这个地方逗点 他不是加号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是有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他输出的时候中间会多一个空白 OK 多一个空白 不过刚刚其实不影响 不过他这个等于是多一个空白输出 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上个礼拜的重点再回头看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 再 看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998表 OK 998表里面的话 当然各位可以看到 我想要输出的就是 后来我刚刚查了一下 那个 Google一下 原来 原来 这个是小学二年级的那个 乘法 然后 他这个规则是 前面就要被乘数 然后中间是乘嘛 再算是运算值 然后后面这个叫乘数 然后最后面这个叫乘积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希望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的话 那理论上 你会发现 会变动的部分 应该就是 前面这个被乘数 跟后面这个乘数 然后最后的乘积 其实就是把这两个相乘的结果 把它输出 那尾巴呢 再加一个 不是空白 这个尾巴的部分 然后呢 是加一个 TAB OK 就是 按个TAB键 那TAB的话呢 在拖移资源里面 应该有提到 我好像在那个 我们前面有提到 拖移资源的这个 这个表格 在第二个单元里面也有提到 如果你要输出TAB的话 那这边就有 就是 换航应该还记得 反斜线N 那如果你要 输出TAB的话呢 就反斜线T OK 就是输出TAB键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最后得到的结果 是类似讲这样 那当然 里面 会需要用到两个变数 有没有 就是 你会想想 前面那个倍成数也在变 它 一输出第一次 一定是1 然后输出10个 1 有没有1 然后呢 后面那个数字的话呢 也在变 但是它变的方法是 123456789 换下一列的话 那也是123456789 所以它是有规则性的 有没有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当然呢 它的清单範围一定是1到9 所以理论上 这边也是两个回圈 OK 有没有 那一个回圈 假设 我的习惯是前面那个回圈 用I回圈 后面那个用追回圈 所以两个变数 一个I 一个追 那就可以把结果跑出来 其实 两个回圈 加上计算的结果 串在一起之后 OK 然后再换行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 结果表给输 所以其实 城市只有四行 OK 可是要怎么写 这个恐怕就想想看 其实没有很复杂 但是 可能就是要观念清楚 那你说 那这个结果表 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用到 那为什么要交这个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将来一个表格 一定有栏有列 那其实概念跟这个一样 所以如果你就会写的话 你将来要取得表格里面的资料 其实概念是相同的 所以如果你有那个 栏跟列的概念 其实这一题 也差不了多少 OK 所以请各位先是把上个礼拜的 重点回顾一下 然后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个绝对码表